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在被亚述征服之后 以色列的土地发生了什么?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修进《列王记》下来第17章24-41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亚述王从巴比伦、古塔、亚娃、哈玛和西法瓦因牵引人来安置在萨玛利亚的城义 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萨玛利亚住在其中 他们踩住那里的时候不禁为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仙人 有人告诉亚述王说 你所牵移安置在萨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 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 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 亚述王就吩咐说 叫所流来的祭司回去一个 使他住在那里 将那地之城的规矩指教那些民 于是有一个从萨玛利亚流去的祭司回来 住在伯特里 指教他们怎样敬为耶和华 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 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萨玛利亚人所造有秋堂的殿中 巴比伦能造苏格比达像 古塔能造利甲像 哈玛能造亚斯玛像 亚王能造利哈和塔尔塔像 西法瓦因能用火焚烧 而你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拉米勒 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秋堂的祭司 为他们在有秋堂的殿中献祭 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释奉自己的神 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分属 他们直到如今能造先前的分属去行 不专心敬畏耶和华 不纯守自己的规矩典章 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 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教以色列的 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 不可敬畏别神 不可跪拜设分他 也不可向他献祭 但他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臂膀 离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 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 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 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 不可敬畏别神 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不可忘记 也不可敬畏别神 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他必就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 他们却不听从 能造先前的分属去行 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 又示分他们的偶像 他们的子子孙孙也照样行 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 那么亚述人征服以色列 并将他们俘虏了 当读到这一次俘虏的时候 我们需要了解一些 对理解耶稣时代该地区的情况 很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 都被俘虏了 绝大多数人被俘虏了 但不是每一个人 历代字下的第34章第9节 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因为在征服之后 亚述从各地 尤其是巴比伦周围引进了 人民来重新填充这片的土地 这些外来人随后 与以色列留下的少数人通风 形成了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时代的 犹太人经常将撒玛利亚人称为是混血儿 因为他们确实有一些以色列人的血统 但那是与亚述带来的 重新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混合在一起的 亚述能把这些新的民族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市 在被征服之前一直是以色列的 如果你注意 而西亚时代的以色列边境 它是与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边境非常的相似 但那是绝非巧合 稍后当我们开始学习 以色拉祭时 我们就会发现在 以色拉祭时 就是撒尔根的孙子时代 也有另一批人进入了该地区 但我们在这里需要意识到的是 耶稣时代撒玛利亚人的起源 就是在 列王记下这里第十七章开始的 当这些新的民族定居在曾经的以色列时 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宗教 这是与 对耶和华的崇拜相悖的 一开始他们并不敬畏耶和华 所以上帝就派了狮子来到他们中间 杀死了他们中一些人 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惩罚 有能告诉了亚述王这个事实 所以他就从以色列人当中派来的一名祭司回来 这样他们就可以了解上帝的行事方式 避免他们正在接受了惩罚 那么被送回来的祭司其实并不是利未能 但他崇拜的神应该是耶和华 尽管以色列人一直在荡和伯特利用金流毒 不恰当地崇拜耶和华 但即使有了这样的教导 人们也没有完全放弃 他们原先的偶像崇拜 而只是将耶和华添加到他们的众神当中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 作者做了一个奇怪的陈述 也就是 他们敬畏上帝 却又四分自己的神 这意味着他们除了四分自己的神之外 还四分着耶和华 当然列王记下的作者在第34节这里也明确地表示 无论人们怎么想 如果我们不是按照上帝说的去做 我们就不是在真正地敬畏他 在摩西律法当中 上帝命令以色列人不要崇拜其他神 这位以色列的祭司应该知道摩西的这个指示 但他自己却没有尊重的 那么我们怎么能指望说 这些新来者会做连这位以色列祭司都没有尊重的事情呢 当然这也不能成为这些人的借口 如果说他们真的想知道的话 他们是可以知道的 人们就是满足于这种虚假的行使 随着时间的推移 推移他们逐渐变成了耶稣时代的人 我们来到了北部以色列国家历史的尽头 从公元前930年的耶罗布安开始 到公元前722年的河西亚结束 在那一段的时期 以色列主要有四个王朝 耶罗布安王朝 巴沙王朝 安利王朝和耶护王朝 所有这些王朝都因上帝的旨意而终结了 上帝的审判降临到这些王朝的身上 因为他们在继续崇拜偶像的 最后的30年我们不能称之为一个王朝 因为这是一个动荡不稳定的时机 从对以色列国王的学习当中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罪是最有传染性和持久性的 尽管说先知告诉他们要这样做 但是这些国王中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停止 在当和伯特里的偶像崇拜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 但是当我们看到别人犯罪 似乎是没有后果的时候 我们也就会更容易地去犯罪 当然这也不应该是借口 而是警告我们要小心与谁来交往 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陷在罪中 另外一个教训就是上帝会审判我们的罪 他会在他的时间到来 上帝对以色列的耐心持续了200多年 但最终亚述来的 把他们俘虏了 以色列这个北方国家 人永远不会再作为一个王国存在的 当然以色列也会再次生活在那一片土地上的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的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I a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